嘿,我是阿图,你今天过得好吗? 一个月前,我受邀做一个关于中西教育文化差异的分享 这是分享稿件的音频版 小伙伴们可以戴上耳机,边听边开车,做路,做家务,或者做其他事情 上一次我们讲了熊孩子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收听,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把之前的收听链接回复给你哦 准备好听今天的故事了吗? 你们肯定听说过,白人小孩数学不如华人的传闻吧 从比例上来说是真的 那你们肯定也听说过,外国孩子上学很轻松,作业量少,高考压力小的传闻吧 嗯,从大体上来说还真不一定 前阵子我看过一篇当地华人媒体的文章,看完以后认定 这肯定是一篇从国内写手那里买来的文章 整篇文章简直是在胡扯 文章里说,澳洲孩子一星期的回家作业,加起来也只不过20分钟 这句话还被用大红色着重标明 文章中还指出,幼儿园的小朋友业余时间都在吃喝睡 中国的孩子却要上各种培训班,课外辅导班 文章中又说,中国孩子开始挑战夜战 为了高考而不停地苦读与奋斗 而澳洲孩子却在运动玩耍 不过这样的文章也确实引起了不少中国家长所谓的共鸣 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西方教育就是轻松学习 而中国式教育就是按部就班,硬是教育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聊聊我教过的澳洲学霸 第一个学霸,T是个八岁的小男孩,弟弟六岁 其实在大学里也很难看到白人戴眼镜 可是T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都戴眼镜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 实际上呢,T也确实是个有学问的小朋友 他已经自学完两年以后的学校课程 正在无聊之际,爸妈建议说要不要学习中文 T对中文抱有无限热情 因为他喜欢这种挑战的感觉 T又不仅仅是学霸,他也跟其他澳洲孩子一样 对运动有极大兴趣 游泳,橄榄球,跑步 他喜欢所有他接受范围以内的运动 T的家庭也确实像看起来那样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不仅仅在于学识 也在于发展孩子的兴趣 T和他弟弟除了学业上的优异成绩和对运动的热爱以外 还会讲法语和乐器 兄弟俩虽然也会打闹 但不会有过激的言语和过分的肢体碰撞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们 再讲一个高中学霸的故事吧 A是我教过的最学霸的男生之一 他同时学习中文、意大利语、法语 会讲一点日语和韩语 孩子学了广东话 他说我觉得中文最有意思 他想尽各种方法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 去中国餐馆用中文点菜 尽量全中文与中国朋友聊天 搜索各种中英文共用的聊天APP 说实话 他推荐的中文学习和教学APP还挺好用的 除了学习中文 A还要应付很多家庭作业和学校考试 以至于他妈妈强烈建议他不要那么认真学习 注意身体 可是接下来 A要求加课时 加作业量 还要准备普通话考级 与中国孩子相比 澳洲孩子的作业总量也许真的不算太多 但只要他们对某领域的知识感兴趣 真的有不少像A一样主动学习的孩子 我也曾看到过对经济学感兴趣的高三学生 他和小伙伴们做了一个亚洲与澳洲经济对比的报告 他们整天待在电脑房里分析研究各项数据 偶尔也会向我自行 类似于深圳速度 经济特区的问题 这样想来 我们的高三除了学习和考试 好像真的再也没有剩余的力气做其他事了 另外补充一点 如果有必要的话 澳洲孩子也是要上补习班的 KUMON就是非常有名的连锁补习班之一 主公小学到高中的数学和英语 如果经济允许 父母也会请家教来家里补习 我们一方面自认为 国外的教育方式又开放又轻松 孩子们整天玩事不公 既可以放松孩子又可以放松家庭 另一方面又非常羡慕 国外全面发展的个人 和各方面能力极强的高端人才 外国人真的不学习就能成功吗 他们真的天生就玩事不公 却又可以成为人才吗 总结来说 哪里都有熊孩子和学霸 我们不能以为说 哪个国家的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 哪个地区的教育该被无条件质疑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文化等等 很多因素互相影响 才造就了个体差异 在我们批判硬式教育 埋怨社会福利低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为什么可以一脉相传 为什么如今依然江山带有才人出 好 关于大洋彼岸的熊孩子与学霸的故事 今天为止全部分享完了 如果喜欢这个音频可以关注我 继续听更多的分享和课程 如果有关于学习教育留学的困惑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也可以发邮件给我 过去PDF文稿和PowerPoint Slides高清图 我们下次见